大批民众躲进地铁站 就在美德宣布 原屋主战坦克的隔一天 俄罗斯又大举射弹 报复乌克兰 虽然乌军表示 拦截55枚飞弹中的47枚 但还是有漏网之余 西府民宅前出现巨大弹坑 居民一系间成了无家之人 乌克兰南部奥德萨 也受波及 民众大排长龙淋水喝 小女孩则是怕到 紧紧抱住妈妈 其实当天奥德萨还有贵客光临 法国外长周四立临到访 并和乌国外长一同参观 知名的国家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 并承诺继续军援 这次攻击 俄罗斯也出动大量伊朗无人机 俄罗斯对西方军援气得牙痒痒 还在官媒制作动画很酸 不论是德国的鲍二 还是美国的M1爱布兰 都敌不过俄罗斯的T90坦克 客工方言人直言 欧美形同介入俄乌冲突 情况还越来越严重 订阅新闻这种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